我只和你一起知苏念佛 放生点灯之中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海涛法师救护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 各位手上拿了一层齐天菩萨所收集的大乘宝药 所有大乘经典最重要的 所以讨论它里面的义理义药 那齐天菩萨就像中国巴大师 按照经典来解释怎么样 那我们可以做到修行的重点 因为大乘的经典浩瀚 有些人这个世界少少少少少几个人可以全部把经典看完的 但是这些历代祖师大德大慈大悲 他们奉献自己的生命去深入经历论三藏 然后为了我们这后代 这些祖师大德都有神通智慧慈悲一样 后代的人不可能再像他们那个时代这样 完全的能够深入经藏 所以就收集了这些要点 让我们修行人能够很快的找到重点 然后由这个重点的衍生自己 那前面谈的做人的难得 乃至能够脱离巴难边地的想满人生的殊胜 那进一步请翻到十二页 那如果我们除了能够得到三宝加持 脱离三途巴难 那今天又能够做人 能够了解佛法 那多好 所以如何达到清净平等 能够对佛法有这个清净心 对众生有平等心 而且能够去了解法的重点 有些人虽然喜欢佛法 但是偏一边 我是哪一派的 我是哪里的 好可惜啊 你看有南传佛教 有汉传佛教 有日本佛教 韩国佛教 斯里兰卡佛教 那好像有些斯里兰卡佛教 他也不会来学你汉传佛教 可能很多斯里兰卡法师都懂中文 我认识好几个 但是他也不会想要读地藏经啊 对不对 他也不想要去研究金刚经啊 虽然懂中文 却不想 这个世界懂中文那么多 但是越用中文来看经典的 那就太少了 所以能够达到 得到这种清净平等 那要有这种功德 那哪十样功德呢 我们念一下 答 还念一下 第三行 有十种功德 若能圆满彼得 人生清净平等 何等为时 如超越下足精云 一则 若善男子善女人 内发菩提心仪 其身尽性 二则 广多清净 欲见圣贤 三则 要闻正法 四则 不生奸及 普行大师 五则 端生 细念 要 涅槃道 六则 以 无爱心 善心 广施 七则 信有 诸业 及诸业报 八则 不起分别 九则 无求 无疑 亦无染慧 十则 知诸众生 善 恶业国 皆不可得 不坏善 恶业国 如是十种 若了之意 于此命远 诸恶莫作 那各位就抓到重点了 那各位来学佛 那你要按照这十点去做 然后你现在马上回光反照 我现在 乃是出家在家 我有没有符合这十点 今天因为我的寺庙 叫我去念地藏经 他是施主 然后收个一两万块 等一下我要来盖寺庙 那不符合 不符合 因为你这个动机 是因为拿钱你才要来念 没有拿钱你就不念经 就像现在这边是纳古塔 纳古塔当然有出家人 有些出家人是因为 这个叫他念经 念经来生活的 那也不符合菩提心 所以各位动机 那各位今天来参加法会 符合不符合这个 那这样来 是不是有真的走入大乘的教法 所以有十种功德 路人圆满 那我们得到人生 就可以得到清净平等的人生 而且因为这样 就永远不会堕落恶道 可以修正法 就如经典上所说 那最重要看经典 超越下足 修行那一定要得到上主 不要在不圆满的状态 第一个 若善男子善女 内发菩提心意 即得清净信 太重要 信什么 信自己可以成佛 信众生都可以成佛 信所有众生都对我有恩 也信三宝的教法不可思议 没有分别的 不会说难传的不好 大乘的都是佛讲的 你要成佛 那什么样的法你都要修学 什么样的善业你都要圆满 也不是说 我只喜欢放生 其他我不要 我只喜欢念佛 其他我不需要 我只喜欢做私事焉供 那诵经我不要 那你就没有清净平等的信心 那第一个 那就是由内心里面发起 这个内他特别强调内 而不是讲在嘴巴 从心里面 把心转为为利益众生成佛的菩提心 而不是内心的贪嗔痴 我们的心你可以贪嗔痴 你可以傲慢嫉妒 你可以随各种烦恼 但是你现在的内心里面 不想要再贪嗔痴了 虽然我们还有贪嗔痴 但是我们发起这种大悲菩提心 你的贪嗔痴当下就没有 所以各位还是记住这句话 喜欢生气的人绝对没背心 因为生气就是对别人不满 控制不了自己 那你怎么会有 有称恨心 怎么会有大悲心 而且你有称恨心 你再大的功德就不见了 所以特别我们出家人 我们出家人要急一下 个性急 虽然他好像是对 你为什么对对对 我以前看过一个法师 底下敲错 马上骂我 还在那边做早课 因为这个法师个性急 又瞧那么慢 我已经 你还在慢 就生气 好在他位置不大 如果位置很大 那不全部给他骂死 所以 那就是代表 虽然他讲的是对 他瞧半 但是你不能起称恨心 你一起称恨心 你看现场好了 我们现场十几个在那边念经 这个老法师骂那个年轻人 我们在后面做居士的发抖啊 这个就已经伤到大家了 大家都念不下去了 因为他发飙了 理由很正确 但是动机不好 因为急而起诚恨心 那这样就失去悲心 不可能有菩提心 所以我想内发菩提心 是我从内心里面 愿意来承担众生苦 忍受众生的种种的烦恼 而生起对这些烦恼众生的大悲心 为了他们承受他们的苦 我一定要为他们成佛 也要让他们统统成佛 我来成佛 要从内发起菩提心 事实上你去问那些 有发心的菩萨 他就可以告诉你 乃至我们要去学 这个有发心的这个善知识 什么叫发菩提心 因为我们以为读书是菩提心 我们以为出家是菩提心 我们以为受完戒就是菩提心 那受完戒呢 只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以鬼而已 不见得你有发菩提心 也不见得得到菩提心的戒体 所以在这一点 那各位要时常去反省 我有没有真实的 把众生放在心里面 去承担众生苦 而愿意为众生去奉献 而为众生去上求佛道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就像我们今天来乐善寺 叫虎墓去 我们来这边上求佛道 我们在那边下化众生 没有一个人为了自私的金钱利益而来 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到场的利益而办法会 所以我很喜欢在外面办法会 没有到场 没有执着 如果你在你自己到场办法会 就好像就是为你到场而办 因为现在到场要建设 现在到场要扩大 那这样我觉得去那边念经 就心里就怪怪的 当然我虽然我经常被利用 我是个摇钱树 台湾不会的 但是在海外只有 要盖了 来来来来 然后我也知道 但是我也只是说 信徒是不了解的 信徒听佛法很重要 信徒让他们相信因果吃素受戒 这是起码要做的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 从内发起这个真实的菩提心 那你要了解真实的菩提心 那你要去研究大乘的经典 去清净发菩提心的善知识 那你才能够 那你这样对三宝 就不会有分别的 没有这个法治 第二 广多清净 欲见圣贤 所以你发菩提心 那你就是希望去了解 发菩提心的善知识 学习的对象 所以那你广又多 要追求清净的真理 要接近清净的善知识 所以哪里有发菩提心的善知识 我们都要去建 哪里有帮助众生的善法 我们也要学 虽然他是在办老人院 可能没有宗教信仰 或是不是佛教 但是老人院怎么办呢 我们要学 再加上我们一个正确的动机 来办老人院 来办医院 来办孤儿院 那多好啊 所以就像办纳古塔 也不是不能办 办纳古塔不收钱 那希望有缘来放在这边 我们来负责超度他 为满 满了就OK了 但是不是为了收钱 当然站在世间法 像此个地方 因为他没有出家人 他们是站在一种经营 可能是公家的 或是私人财团法人 他们是按照商业经营 那至少他摆明了 是商业经营 他还没有欺骗众生 但是我们出家人 来做纳古塔的经营 这个叫开会讨论 如不如法 这个意思 因为出家人 不应该为任何金钱 也不应该有任何价钱的标价 所以要广多清净 做的事情要广多 但是发心要正确 所以愿意去清净更好的方法 所以各位 你去日本 你要学习日本人 做事情的精致 团队合作 你要去德国 学习德国的这种踏实 你要去美国 美国人的这种 这种个人主义 但是这种 虽然他们结合各民族 而成为一个国家 但是这样 能够成为世界一个强国 这也是我们要去 学习的 台湾人 台湾人的善良 纯朴 这一点 薪水不深 无所谓 对不对 那这个台湾人也不错 所以我去韩国就觉得台湾很幸福 韩国随时去桥上 随时有人在跳的 随时有人要跳的 随时有人在这边抓跳的 因为干脆把那个桥都做完 这个弄得很难看 就是因为这边一直 有人一直要自杀 这边跳不得行就握鬼 为什么不行就那个 这样 他们那种压力 所以韩国首都首尔 变成那种高消费的地方 吃一顿饭将近台币一千块 因为这种竞争压力 所以那不像我们 各位 饮饭吃饭 没什么事 公属灰 甚当风 看电视 还变得热 老鼻子 吃这个 OK 没有什么压力 所以不一样 因为整个 整个环境不一样 所以每个地方的优点 我们学习 缺点 我们慈悲 第三 要闻正法 所以很喜欢研究经典 很喜欢听闻正法 所谓正不正 就是它对法门没有分别 它的讲法的目的动机 是一种菩提心 一种绝对利他的 所以 那这个正法不见得 还是嘴巴讲佛经 它是在劝人为善也 这个正法 虽然还不到核心 但至少 劝人为善 所以 进一步能够 不执着有平等的 空性的来讲法 那当然 我们大乘佛教 我们很喜欢听 不离菩提心的正法 一个人不离菩提心 去办医院 去做医生 他讲的都是正法 所以佛教不是把 医生跟佛教分开 一个懂得菩提心的医生 一个懂得菩提心的老师 他讲的都是正法 不是说出家人就讲正法 出家人没菩提心 讲的就不是正法 哪怕他讲任严经 讲华严经 讲妙华联华经 那是一种 好像讲得很深 但问题是 他抓不到那个点 抓不到那个点 那也不叫正法 所以我想 千万不要把说 讲佛经才是正法 今天他开美容院 他今天开计程车 他开餐厅 他开餐厅 开素食餐厅 不是以金钱为动机 但是他希望 当他能够赚钱 就可以创造更营养 更好吃 吸引更多人 来吃素的素食 有一种专门给 吃素的人吃 一种引导 没有吃素的人 甚至做了像荤的 但是呢 价钱便宜 不是以盈利为目标 那他也在说正法 这个正法 他必须 透过他的心表达出来 不是说原文字 所以不管他在做什么 他开机车车 很守规矩 而且呢 跟客人聊一聊因果 而且呢 上他车的客人 他都给他观想 有如进入净土一样 那这个开机车车 这部车就在讲正法 就在转法轮 所以我想 各位要用我们的 深口意 这样去表达正法 那我们很愿意去了解 去学习 特别现在资讯时代 各位可以 透过很多方法 就像看到影片 他们印度人去救那些 受伤快死的流浪狗 欧洲人去救那些 快被杀死的马 所以每个地方 都可以表现那个善法 那我们都要 很愿意去了解 所以我也请很多居士 我没有时间了 要去找花很多时间 收集这些好的 善法的影片 书籍 图片 让这个社会 走入一个正面的 善良的 就像各位 我到美国 我发觉他们很喜欢 任养贫穷人的家庭 这小孩子长得不好看 又黑 不好看 残废 那是他们 欧美人士 他们认为 能够养他是他的福报 而且家属来看 他也乐意给他看 他不会说 你儿子给我来 你永远不要来看他 这些人还说 长大了 我帮你去找爸爸妈妈 那我们华人呢 最好不要告诉他 爸爸妈妈是谁 我要占有他 所以 变成一种 所以我们去养狗 都要看他漂不漂亮 但是他们任养狗 哪有漂不漂亮 能够有这个狗 成为我家里的 叫爸爸 叫妈咪 他们把狗都当做 自己的子女 那这一点是我们 我们汉人 可以学习的地方 所以我想 万事万物 都有他的正面 我们要去 如何去看待对方 第四 在个性上 不生 迁贪 嫉妒 迁贪就是自己 有不应给人家 嫉妒呢 你不给就算了 别人在布施 你又念念念 我哪有好急 我也要布施 然后就是嫉妒别人 不能生这个 迁贪心 嫉妒心这种 计较分别心 而且 普行大施 所以各位 下回我们办法会 找那个弱势团体 人家要照顾老人 照顾孤儿院 大家都 都给他摆箱子 大家都布施 好不好 都布施 那最好了 对不对 虽然我们在救狗 但是别人救狗的 比我们更认真 我们护生协会 是个大团体 真有福报 不缺钱 但是其他的那些 小小的放生团体 他们特别在救狗 可怜的很 那他们需要 我们大家去了解 去关怀 所以有些 所以有些 有心人士 要办老人院 要去救苦救 我们都应该要 跟他结缘 想办法跟他结缘 所以不分宗教 是不是自己的道场 那各位当然 要有一个 清静的政见 这个人 并不是说 他在办医院 你就一定要捐钱 他的动机呢 他的动机 只是一种知名度 满足自己 那这个动机 没那么纯净 那我们就随缘 你愿意随取 但是动机清静了 我们要去找出来 而且要号召大家 去帮他 所以菩提心不是说 光讲经说法 盖世苗 而是一种 他的动机 今天如果有出家人 他的动机 讲这边好了 这边乐善事 没住出家人 各位以后出家来 这边住好不好 不用跟人家忘记 这边有四十公顷 你要占几公顷 你去负责 每天在那边念地上经 做烟共 每天给他超度 对不对 这边一楼念完念二楼 二楼念完念三楼 那边有往生排位 念给你嘴打 我们免费提供你烟共香 经烦 你就念吧 给你一个帐篷 那你还可以住 干脆盖一个木屋给你 这边总干事 妹妹妹妹 我们房间多的是 给你放冷气 因为你是发心的 谁都要希望你来 对不对 如果这个出家人说 好 我来帮你念 一天多少钱 大厂多一点 小厂少一点 总干事说 你不用来 我忙很多 他不高兴你 因为你的动机 所以出家人如蜜蜂 采蜜 不 无损花 不屈 我们不要去伤害到 别人的经济利益 如果你出家人 跟别人抢钱 那别人就跟人家斗争 世间也在伴纳古塔 那你出家人也在伴纳古塔 这个也要收费 因为出家人 所以收费高一点 我们出家人 在这边念经 人家收五万 我们这边五十万 那世间人就很奇怪 那有叔父在念经 比较贵 那边比较好 那边还要账面 所以这里面还有什么 预留位 预留位 被定位了 那就利用人类的这种 分别贪心 来收费用 那这个就是动机不好 动机不好 功德力就低一点 所以他们问我说 师父你为什么 你们要去纳古塔 人家收费 就是因为收费 需要我们去念 我们去念 那我们以清静心 那跟他结缘 人家老板也欢迎 对不对 那我们不是被利用的 我们不是拿钱来的 我们是来奉献 对不对 那这样就一个清静的动机 但你千万不要说 那边收费了 你不要去念 那不收费了 你去念 请问告诉我 哪里不收费了 这个世间 哪里不收费了 所以 但是你不能舍弃 就是因为 他们力量不够 那我们给予我们的力量 这才叫慈悲 所以各位 不能牵贪 也不能嫉妒 他庙盖都比我大 他做事情比我成功 所以你懂得 地藏经的功德 那所有的医院 各位要去念 所以我认为 各位你住台北 我们宁口医院里面 有念佛堂 你去那边送地藏经 早上念钥匙经 中午念文品 晚上去 你要念什么都可以 替他替大悲咒 然后你每天都带机 一打水过去 念一念水 放在那边 有病哭者 自动结缘 那你不是很快乐吗 因为这里面 没有分别心 清净心 所以你懂了佛法 那你应该去 去布施 也千万不要说 不需要了 他们做得不好 我不接近了 但是你要去帮忙 因为病人是 真的在受苦的 所以要这样的 普行大师 财师 法师 无畏师 都要去做了 第五 端生 细念 要 涅槃道 那我们 修行就是要得到解脱 各位这一点 一定要抓住 我发觉 我想要盖一个庙 我想要做什么善事 但是你内心 都一直在贪嗔 是在执着 你根本没有办法 去帮助别人 有烦恼的人 怎么超度众生 质量就不够 所以我们为什么 叫金刚上师 金刚就代表 至少他安住空性 安住在金刚般若 安住这种空性 叫涅槃道 所以各位 虽然我们在利益众生 尽则修会 端生细念 我们身体不犯位移 受好戒律 我们的念头 保持空性 无贪嗔痴 这是一个 学修行的基本 如果你自己脾气不好 急性 刚才讲了 贪欲 嫉妒 斗争 然后 那你这样根本 不在修行 也不知道修行的目的 因为无聊 参加法会 因为架不出去 所以来出家 因为没前途 所以到寺庙来 那你根本不是 为了解脱来 那所以来 就跟人家合不来 吵架 争权 独立 抢房间 抢位置 抢工作 那个我不做 我要做那个轻松 这个我不要 那这个东西 所以各位 这一点你要注意 世间一切都苦了 皇帝给你做 几百万住持给你做 台湾岛都送给你 又怎么样了 地位都给你 你赢了又怎么样了 这个就是没有 不要涅槃道 就是喜欢 争权独立 计较 那没有用 所以时时刻刻 在做的同时 为了要利益众生 自己更要有 无所求 涅槃极尽 世间一切都是 广化假的 没有什么好追求的 但是众生苦不知道 所以我们 善小方便 接近众生 这样而已 自己而言 端生细念 要涅槃道 对我们来讲 是安住空性 不起贪嗔痴 当你在大悲心的时候 帮助众生的时候 更要有这个分别性 更要安住 不要起分别心 特别女孩子 我发现很多女孩子 连去做个烟共 都要女态一下 她要表现一下 自己的身材 或是她喜欢什么 这个就是一种习性意料 记住 最好要修白骨观 不敬观 你不会执着你的外表 你执着你的外表 感情 男人执着权力 这个道场是我的 这个也是个贪欲 我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这个就是一种占有欲 然后对于逆境 不高兴 把它开除 这个叫称恨心 这个贪跟称魔就来找你 出家人 乃至在家菩萨会长 就琢磨了 琢磨以后 这下惨了 他天天在造业 他不是在修功德 所以这一点 各位你一定要 问问别人的意见 旁边的人 因为你权力大了 特别是功德主 功德主有钱 有钱人家 不敢跟他讲什么 他就很容易造业 不知道 那个脸就长得不一样 像我这个人 因为我天天在 往外面跑 特别在国外 找我去的都是一些 一些大寺庙团 那就是功德主 那个脸长得都怪怪的 意思是说 我是功德主 我要坐前面 然后吃饭也是那个味道 好像是我们是乞丐 好像没有他们 出家人不能存在 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那代表说 当然我不会怎么 我只觉得好可惜 既然出这么多钱 没有得到佛法的利益 对他没有得到利益 他是会长 他是大委员 他是怎么样 那这个就是不行 所以各位 如果你真的要达到 得人生 又能够得清净平等 那你一定要放下自己 无所求的放下自己 第六 以无外心 善心 广失 所以以无外心 以善心 广失一切 所以无外就是没有坚贪嫉妒 不执着 没有分别 我这个人做这个事情 我喜欢 这个人虽然做好事 但这个人我不喜欢 我就不布施 不行的 我们是针对受苦的对象 而不是针对人 比如说 这个人利用老人院在恋财 那我还是要去帮助 但是我如何让他减低恋财 我直接就买东西 送给老人 直接 让这个钱要塞 也塞在老人口袋里 然后对他也给他贪一点 不然你也不能去帮助那些老人 对不对 但是除了帮助他 钱还是小事 我们把佛法带给他 给他念经 跟他持座 替他写牌位 所以这些各位要能够超越 无碍就是没有分别 能够把这个功德融入给对方 而且动机善良 广行布施 那就代表你对商保有信心 你了解真相 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 但是布施 各位有一点不是光钱 有些人很苛刻 了解吗 苛刻 经常去看到别人的缺点 经常去批评 而且对他不喜欢的人 就要排斥 这个叫苛刻 那你现在要学习 用你的嘴巴去布施 多讲对方的好话 多赞叹对方 不要讲负面的话 你要讲这个世间的负面 太多了 所以各位 不要苛刻 那也是很好的布施 称赞对方 以眼睛 你不心里